被欧洲人誉为最抠门的球员 却赢得了家乡所有人的欢呼 年收入超过3亿 却依然用着破碎的旧手机 15岁时 村民凑钱将他送去首都 接受正规的足球训练 19岁时 独身艺人去法国试训 穿着漏脚趾球鞋的马内 时常遭人嘲笑和欺负 但在平时的训练中 他也比其他人更能吃苦 因为这是他改变自己和家乡的唯一机会 在非洲塞内加尔出生的马内 太知道吃不饱的感受了 7岁时 爸爸因为缺衣少要去吃 塞内加尔人均GDP 只有中国的七分之一 100多万人营养不良 因为曾经淋过雨 就总想着为别人撑伞 当马内成为身价过异的超级球星时 他第一个想到的不是买豪车名表 而是那些他从未忘记的村民们 家乡的孩子们没钱上学 他就在家乡出资建立学校 为了鼓励孩子们读书 他给成绩优异的学生发奖学金 医疗条件差 就出资 建医院 加油站 和邮局 甚至建设互联网 为周边村镇服务 马内改善了村民们的生活条件 给每户家庭每个月500补助 数年来已经帮助2000多户村民摆脱贫困 每年为家乡慈善事业的投入 就超过1亿 占据了收入的一半 2022年 当马内第二次捧起非洲足球先生的时候 家乡的所有人都为他欢呼